和珅望穿上衣,毒杀前锋以后,乾隆皇帝虽然并未处置和珅,但却重新任命了老陈阿贵为首席军机,直接降低了和珅的牌位,很明显这一次和珅做错了,乾隆皇帝已经明确表达了不满,只是,如果只是乾隆皇帝不满倒也罢了,毕竟他还有着包庇和珅的想法,可乾锋毕竟是堂堂左都玉使,如今死得不明不白,乾锋老娘不愿意答应,满朝文武不会答应,直接导致乾锋现身淋雨,如今又重回朝廷巅峰的老师, 陈阿贵更不会答应,所以和珅这次算是捅了马蜂窝,算是惹了大麻烦 乾锋病逝后,和珅等军机诸臣自然要前往平调,这既是朝廷的哀悼态度,又是同僚的该有表现 乾锋的围观青年和乾老夫人的教导绝对分不开干系 见到和珅,乾老夫人第一件事就是返回了刘全刚刚送来的房契和田契,而且乾老夫人还给出了令人敬佩的说明 我儿生钱,是钱财如粪土 老夫绝不能辱了我儿,一生亲民 注意,这是坚持原则,维护乾锋生前身后之亲民 但这更是乾老夫人提出要求的铺垫 所谓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就和珅的身份而言 乾老夫人接受了房契和田契,就等于接受了官方抚恤 也就等于接受了乾锋的死因 所以退回了房契和田契,乾老夫人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自从我儿做了朝廷阎官,头一件事就是背下了这棺木 我知道,平儿的秉庆,早晚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可不是这个死法人 乾老夫人的意思很明确 我可以接受乾锋被皇上处死,但却不能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死法 和珅一听,这是要向朝廷要个说法呀 要求朝廷严查乾锋死因啊,赶紧给出解释 乾大人一时鲁莽,出怒龙眼,叫了皇上的圣兽 自知犯了滔天大罪 乾锋兄弟的死因很明确啊 因为自己做错了事,羞愧难当而服毒自尽 和珅给出了解释,乾老夫人当然不信 他深知乾锋一声追求,这种死法绝对不会出现 所以没等和珅说完,乾老夫人就赶紧抢过了话 向在场诸位大人提出了正式要求 我儿死的不明不白,如不查个水落实处,我绝不发丧 好了,一句绝不发丧就相当于将乾锋的尸体抬到了紫禁城门口 等着朝廷给个明白交代 苦主提出的要求,朝廷不能不予理会 和珅开始紧张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苦日子就要来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乾老夫人不能接受乾锋不明不白的死因 满朝文武更不能接受 和乾锋同属汉陈同属清流的季晓兰 更是第一个在朝会上提出了奏情 昨日何忠堂,刘大人和我赴乾府吊相,乾夫人义正此言,怀疑乾锋死得不明不白,细究起来,也确是令人心生疑斗,乾大人是当场被押进大牢,何来毒药?或是有人内外勾结,加害乾大人? 注意纪晓兰提出奏情的语言艺术 先以前老夫人的要求为由 为自己的奏情提供充分支撑 让乾隆皇帝不好意思回绝 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疑问 让乾隆皇帝没理由拒绝 最后纪晓兰还有最后一句 我已和中堂刘大人怜悯上奏 请皇上下旨彻查此事 如此奏情既有苦主要求又有合理怀疑 更有朝廷领导层的全体支持 就问你同意不同意吧 乾隆皇帝当然不愿开启彻查模式 可纪晓兰奏情又不能直接驳回 所以他打算换种方式拒绝 或者将这个难题甩出去 他没理会纪晓兰的奏情 反倒问了这样一句 和珅呢 近日和中堂突然疾病 卧床不起 委托我二人奏名圣上 和珅病了 用于甩锅的对象不在 乾隆皇帝又该如何 面对季晓兰的奏情 别急 已经谈起了和珅 乾隆皇帝就可以借和珅的病情 专一话题了 这个时候和珅可不能病 和珅还得挡在乾隆皇帝的前面 充分享受自作恶的不可活呢 刘庸一听 你这是想岔开话题 那不行 赶紧重申了季晓兰的奏情 皇上臣请严查 前锋一案 皇上装啥糊涂啊 我们提出的奏情 你还没有个明朗态度呢 没办法了 军机处全体成员提出的奏情 又有季晓兰和刘庸当场逼问 用于甩锅的和珅又不在 乾隆皇帝不能再装糊涂了 只能先给个态度 只是乾隆到底是职业帝王 甩锅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 他给出了这样一句回应 这个事还是让和珅去查吧 让和珅查 别忘了 和珅现在正在病中 就算追查 也得等到病狱以后 行了 这件事又有理由拖了 更何况 让和珅接受彻查此案 最后也只会得到 前锋羞愧 服毒自尽的极定结果 不会影响大局 更重要的是 乾隆皇帝将这个难题 甩给了和珅 也算是对和珅的惩罚 自己擦屁股去吧 然后乾隆皇帝 再次转向高云从 让高云从前往和府 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是乾隆皇帝 给和珅的信号 我还是关心你的 还是信任你的 赶紧养好病 赶紧回来背锅 然后乾隆皇帝 想要看看和珅 到底是不是真的病了 是不是借故躲避灾祸 不管怎么说 在乾老夫人和 刘庸季晓兰的 共同努力下 乾隆案中立案了 和珅是躲不掉的 可就算如此 和珅面临的压力 仍未结束 别忘了 老陈阿贵马上就要进京了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 他都会认真过问 乾隆一案 更别忘了 此时的老陈阿贵 已经恢复了 首席军机的官职 重回了朝廷巅峰 他对乾隆案的态度 绝对不容忽视 阿贵回京 朝中大佬齐聚为阿贵接风洗尘 席间又是纪晓兰 第一个站出来提酒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啊 贵仲堂这一别就是五载 能有今日之相聚 使我辈之大幸也 这头一杯酒 不敬天不敬地 为敢天子 圣心如敬啊 听听人家开场白 就在兽麻的边缘 却又不落俗套 纪晓兰只字未提阿贵 受到的冤屈 只字未提阿贵 重回朝廷巅峰的幸运 只是强调了 相聚乃系信事 只是强调了 乾隆皇帝的盛心如敬 一句话是表达自己的幸运 一句话是敬佩乾隆的英明 看似和阿贵毫无关系 但却句句指向阿贵 你说他逢赢 没有痕迹 你说他势力 没有证据 季晓兰之后 刘勇赶紧接上 贵中堂为民请命 积留有尽 只生死于不顾 且民众于盗悬 在座的各位 感佩不已 刘勇不似季晓兰 有那么多弯弯绕 实事求是 真心感佩 只是刘勇的这句话赞 却让阿贵立马想到了 刚刚死于狱中的前锋 于是 这场喜尘宴的气氛 立马变了 阿贵要替前锋出头了 只生死于度外的 阿贵关注前锋案 总得有点理由 理由分为两层 上面这句话 就是第一层 出自阿贵对前锋的敬佩 然后阿贵紧接着 给出了第二层 第二层理由 从事件源头上说 阿贵委托前锋 奏报云南灾情 才有了后面的悲惨 所以阿贵认为 前锋死于狱中 自己应该承担 相当一部分责任 现在将这份责任 转化成追查 前锋死因的动力 合情合理 分数应当 乾隆皇帝有心包庇 让和珅刚有了点安慰 现在朝廷的扛把子 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和珅再次崩溃了 为了自保 更为了安抚阿贵的愤怒心情 和珅又得想办法 劝说阿贵了 在这种氛围下 和珅必须明确 对前锋的正面态度 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然后再明确 自己对阿贵的特殊礼精 争取一个好印象 有了这两个正面态度 和珅再给出下面这段话 才能不被怀疑 在我看来 前大人本意是为您请命 感逆隆林令人敬佩 但欠一份思量 更不择时机 乃为人臣的过世 而非贵仲堂的过错 韩氏那句话 转折语中 重点在于但是以后 和珅仍然想强调前锋的错误 努力证明前锋就是服毒自尽 但和珅这句话的精明之处在于 他将前锋死因的说明 归结成了安慰阿贵 让阿贵无法反驳 贵仲堂从云南返回京城 一路劳顿 还是尽早歇息 不要太过自责 更重要的是 和珅眼见喜尘宴 已经慢慢变成了 替前锋发声的声讨会 他又顺势提出了终止宴会 让贵仲堂尽早歇息的建议 尽可能控制了一份范围的发展 一句话 和珅在努力缓和大家的情绪 努力让大家接受前锋 服毒自尽的结果 只是本就敬佩前锋 如今又间接害死前锋的阿贵 当然不会接受和珅 对前锋死因的初步认定 只会继续加码 坚持自己对前锋案的关注 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态度 甚至还道德绑架了一下和珅 我拜你只希望你能公平公正公开的彻查前锋案 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彻底查清前锋死因 阿贵的礼禁除了乾隆皇帝 谁有资格承受 有了这一半 和珅就等于被架在了高台上 再也下不来 如果和珅再给一个 前锋羞愧服毒自尽的结案陈词 就说不过去了 最后 阿贵又拿出了多年戎马练就的极恶如仇 再次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身为朝廷守魁 阿贵的这句狠话可绝非说说而已 现在和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算是彻底尝到了自食恶果的滋味 前锋案到底会有何种结果 和珅又当如何完成自救 让我们拭目以待